西日以小吃聞名的台北建城圓環 隨著老字號店家陸續出走 如今將三度洗燈 生意慘淡景氣低迷 不僅從沒落的建城圓環看端倪 就連房市也冷嗖嗖 從買賣移轉動數來看 去年是33萬棟左右 到今年恐怕是會跌到27萬棟 這樣子的一個關卡 明年房地合一新稅資上路 為了舊房市央行17日召開的 第四季里建市會 外界預期將進一步 鬆綁房貸信用管制措施 未來一季間都可能是鬆綁時機 不管是量跟價 都在今年做到明顯的修正 所以只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或者是說在明年初 相關的一個房市政策 都會逐漸鬆綁 不僅如此 因為房子不斷蓋 價格卻不停跌 就連餘物率高的 林口三峽淡水03彈 也變成五股05彈 很可能再降價 五股呢 因為它現在確實會因為 供給過剩的問題喔 所以呢 它的價格還在持續的修正 房仲還預告明年第一季 將持續跌價 根據房仲集團統計 2016年第一季 原本57.4% 有購物意願的民眾 僅剩下27.3% 如果說政府的一些相關 就房市 就經濟的政策出籠喔 特別是一些相關的 打房政策鬆綁的話呢 在總統大選之後呢 渴望買氣會回升 交易冷清貪汙民眾增加 卻衝不出買氣 房市恐怕岌岌可危 董森 財經新聞張教宣 潘育全台北報導 那個現場 有購物意願的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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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案 感谢观看